少年月初到黃玉泉是頂峰第一名的司法家 今天是科班初心的優惠家 在這裡做水利這幾個學校來進行拚會創作 最近水利雄港就邀請到黃玉泉來跟學校進行個人的展覽 其中所展出的優惠作品 以水漱外為主題在鐵哥比金的典現是讓來參觀的鄉親都相當的兒樂 明天為完異區的黃玉泉是為創作品 在這裡香港 紅樓亞及進行展覽 其中途白油的創作後再來看電影的鄉親都相當黑漏 高車為奇異化也很黑漏其中用心 黃玉泉也就由以水漱為主題的油的創作來團達他的力量 那因為我會以水漱為主的原因是因為從小在這個水裡長大 那在小時候常常聽到水之鄉水之鄉 以這個水為主那這畫了河川就覺得怪 那畫了河川就覺得好像沒有達到我想表達的 所以那時候就以水珠把它縮小 用微觀的方式來說明這個技巧 跟我表達要用的一個意象 那這個水珠其實它我又衍生出更多的一個層面 比如心理層面跟社會層面 年輕人的藝術跟藝術傳是電影第一名的輸發家 竟然是酷判出新的以為的 這次在水裡香港的搖槍下 在內紀版四月創作電 其中竟然是帶來三百億的這張作品 效益希望這些作品也能帶給他 不一樣的觀點跟幾歲的確實 那所以我們今天在場的展覽 就有三組他的一個獲獎的作品 那他很細緻的這一些很深度的一個觀察 所做的這些作品 那我們也希望這一次的展覽能夠幫忙 我們社區跟我們師生提高另外一個視野 那也歡迎各校有機會帶著同學們 一起來參與這個藝術的饗宴 我覺得主題非常棒 因為我覺得這裡不僅有書法 然後還有非常生動的主題 尤其是這個人我感覺他 我看了這幅畫之後 我感覺彷彿生活 就是感覺跟他在同一個世界裡面一樣 就我覺得他非常的生動 系列的展出有油畫 那也有水彩也有插畫跟書法 那主要都還是以水 玩水這一個意象來創作 那我會希望說抽象 讓人家去無條件的 去無大的空間去想像中 這一個畫質的意涵 年輕人的藝術家王玉川 最近幾年堅持用心 協助水利節節的學校 創作了美好的表演作品 習慣來一位針對真比看好的 年輕人優秀藝術家 至於香港歡迎鄉親 在十幾月幾十日前 雍玉川來參觀欣賞 記者見分散 彩虹佛都